來了啊 葫蘆兄弟開了那艘虎陣 對面的話是 也是一艘虎陣 對面的話是女兒孫化身地府大當神墓 隊長肯定是個大行啦 女兒孫化身地府大當神墓 對面的話帶的是武裝方寸磐絲 武裝磐絲兩封系 武裝磐絲兩封系普陀加了一個魔方寸 就是普陀魔方寸 普陀在圈井窟之後 對面沒有女拔木 感覺爛打 這是對面沒女拔木 這武裝瘋了 我覺得現在武裝怎麼瘋得這麼準了 有沒有發現兄弟們 真的 我覺得現在的武裝瘋得不講道理 現在的武裝 這套的武裝一個封印有那麼準嗎 你看昨天我們打了個什麼比賽 昨天打了個 打了個劍會 那武裝瘋得莫名其妙的 把我們套得不要不要的 是不是 這武裝會咋瘋得這麼準的 六封印 那六封印你也不至於那麼亂瘋啊 這是六封印 管你幾封印 但是你這武裝 就不應該那麼準封啊 這是 作為一個武裝 封的不要不要的 我們封他 封不中 他封我們一個套一個組 見得鬼了 這是 對面隊長的平坎 疊漫天 對面大堂 七回合 魔方村一個墊七千七 寶寶墊死 對面寶寶吹 觀眾方寶寶綠子 很犀利 你打這個魔方村隊伍說實在你拉地挺也不太好整 因為這普陀就是普陀一個秒就把你地挺秒死了 而且這個隊伍的抗性是翻方足的啊 他們基本上不怎麼掉血 你發現了沒 他們抗性很足啊 武裝這波套大套沒套中 大套這波應該拉寶寶了 在觀眾方的話這波左翹都能笑 葫蘆兄弟雖然是被摸透 但是我覺得對面這個陣容也很難打得過 盲切的好不辣 葫蘆兄弟如果打小組賽的話 確實被人摸透了 但是盲切的話 別人不知道打葫蘆兄弟就很容易吃葫蘆兄弟這個套路 這葫蘆兄弟的話 這個隊伍其實也是一手套路 是吧 武裝 鎮壓令旗 鬼魂利劈砍 然後配合這個緊箍咒 圈獅 這個緊箍咒 圈獅是翻方洗力的 就會合 對面緊箍咒一圈那著 五個人好像都緊箍咒了 全是緊箍咒 有點麻煩 緊箍咒1587的緊箍咒 對面女兒穿一手金金 好吧 喝酒金金金掉 金掉繼續圈緊箍咒了 這邊的話姐妹同心抽籃 對面合上凌云推那一手 血量幾乎都滿上了 但是你的血量滿 解決不了問題啊 對面需要點殺 對面這一波走金青的話 也沒有小鼠王掛 大堂的話也是選擇出好包了 小鼠王掛的話還是比較好的 小鼠王沒選擇掛 虎頭衛加神魔靈秒 我覺得應該能點的死 這個魔方寸絕對應該點的死 全隊伍這個魔方寸是最脆的 其他人抗性的話有點主 但是這魔方寸肯定是 肯定是個脆皮 宙斯普能的秒是地形嗎 肯定能秒的死 地形拉出來的話 如果是 如果是全魔的沒有加體的 甭管是高速的還是龜速的 只要你沒有加體的話 血量撐死3000 再輸一個零刃的話 就只有2200左右的血 普陀秒的話 起碼2000多 好不好 肯定能秒的死 所以說宙斯普陀秒地形 是絕對能秒的死 你拉地形的話 你一定要比普陀快 或者你要封普陀 你不封普陀 這普陀給你秒死了 對面女弱村的話 這飄中飄 飄到魔方村把分身破了 凡事的話 寒情魔封大堂準雙 對面合上拉金剛 對面需要的話 來手點殺對面 對面小雙這一波來了 沒人驚情 鐵憨憨嗎 這手 上馬驚情不點殺 這一波被封兩個點殺了 這真鐵憨憨 大屎王砸好吧 一個出不了手對面 這邊緊箍咒 基於拳上 對面的化身 柳耀村 雙拳緊箍咒 君領天下的話 好像是生日快樂那個隊伍 是不是 大堂12級的馬 全是帶黑馬的 這是 有用嗎 君領 10回合 看對面怎麼弄了 對面寶寶差一隻 對面大堂如果再拉著全數 怎麼搞 旅遊村還得喝酒再走金青 打點殺 這個鐵憨憨真是 有金青的時候不打點殺 沒有金青打點殺的 沒有金青打點殺 關他們一封兩個全中了 兩個七二 一個沒點出 一個沒出手 在關注方這一波的話 蓋羅湯對面 牛人確實喝酒的 準備下波繼續金青打點殺 關注方補光 或把光會補上 地幅對面的話開了個眼 他寫12的馬就有馬嗎 這生日快樂 還記不記得對面把我打死過 好吧 不說起了 救他們 生日快樂 我方順一個墊寶寶八千 對面的話 神木冰川露苗寶寶 三千一 12回合 對面這波旅遊神 金青來點殺的話 對面怎麼破這個 怎麼破這個方順分身才行 那個叫花弱是吧 哦對 這個叫軍靈 好像真是那個叫花弱 還真是 還真不是對面 都是兩個字的 好吧 看看這一波 對面如果要打點殺 一定要破了這個方順分身的 你點其他人點不死 你只點的是這個方順 你還能點的是誰啊 這是 那個大死亡好像不配 對面地幅的速度優勢 小死亡掛不上啊 這是 對面金青再放一波 看著小死亡點誰 沒人破分身 河上破分身能行搏 河上沒有破分身 活去活的 明顯沒人破分身 小死亡掛的普陀 你這點的死 見鬼了 這邊提胡瓜 提了方順 防止方順被點 對面大死亡破普陀保護 小死亡還沒中 普陀緊固之後圈一手 少的是普陀 我們看對面大堂傷害啊 虎頭位 舔巫魂的 疊了他漫天 這下對面裂開了 又浪費 又浪費了我點殺的機會 點的是普陀啊 結果 可惜 大堂舔巫魂的 不過小死亡沒有中 魔方順一定寶寶飛一個 一定寶寶飛一個 對面金青屋 秒一手 2500 你看別說這普陀血量 他真有點少 這普陀 這普陀血量真的有點少啊 2500 殺的一下好不好 這普陀血量一半沒了 對面女兒 瞬瞬瞬瞬瞬瞬 瞬中隊長方寸 武裝觀眾們一波套子套 和尚 準封 對面這波小死亡 掛了沒沒掛上塔了 可惜了這一波 對面沒敢小死亡掛 對面這波小死亡掛的話 真點殺了 可惜了可惜了 和尚觀眾推了個防 我的觀眾們緊箍咒 繼續拳上 就是拿緊箍咒 拳你啊 一頓拳你 一頓突突你 對面肯定四道大行 打點殺 必須是四道大行 如果不帶地服的話 應該三道大行 是吧 帶地服肯定四道大行 四道大行強很多的 十四回合 宙式斧頭應該沒有那麼脆皮了 宙式斧頭速度快嘛 你畢竟提蠟敏加點的 你又不需要加魔力 是吧 提蠟敏加點的話 其實 其實說實在還是 還是挺硬的 相對輸出來說 肯定比大唐啊 花爾山這種門牌硬很多的 十四回合 而且普通不需要帶法防零食 因為前排有其他人帶法防 普通也不需要帶法防零食 就帶提蠟零食 是吧 學了學防零食就可以了 對面牛身飄中飄 把關的普通飄中 防止緊箍咒 技術圈 這邊走一手效力 把地服效力 對面甩無空給 給魔方順 武裝觀眾們套組套隊長 這一波的話 鬼眼抗住了 這邊地服 並面幹大臉殺 啟毒了 現在十四回合 在二十四回合 對面肯定是有點殺 因為二十四回有劍斬那一手 劍斬那一手點殺是 必然是好吧 劍斬斬死 葛乐袋 補蓋固定零食的話 只是前排 後排肯定是防禦氣血 是不是 你前排的話帶法防 前排帶術得很正常 但是後排的話 肯定是防禦氣血零食 十五回合 十五回合 對面的 三号宝宝禅 魔方准一个电诱电神 魔方准备天无魂了 土拖不会 土拖肯定不会带法方 肯定是防御气血灵 是百分百的 对面的大堂宝宝确实死了很多了 一直飞 出来一个 垫一个 出来一个 垫一个 好不好 有点有点难受 土拖前排能带6固定就带6固定了 没有6固定带速度双固定也OK嘛 肯定是以固定为主的 韩斯德波封堂的法系顿风 对面的和尚没事干上顿的 地府对面继续打眼的 对面小双点杀战士还没有什么太好 太好的一个机会 这边的话普多苗 苗对面大汉2500 对面大当平坎切宝宝3800 跌了个漫天两套了 之前如果跌过一套肯定三套了已经 对面的话平坎宝宝堆死 魔方准备官兆分身分进去 宝宝锤这边上二套 绿了 还好绿一个 要不的话这边大的宝宝真的死太多了 那边大汉的血量有点少啊 得注意 血量比较少 很少少不出来 需要和尚一手活去活 或者宁愿推一个 宁愿推一个好像不够 因为宁愿推一个 观众方普通点他再秒一手 好吧 再秒一手的话他还是出不了手 把他拿到16回合 把他拿到16回合 然后飘到方寸把分身破掉了 翻天印给观众方和尚盖一个几个意思啊 帮着和尚报此为吗这是 翻天印的话是不让他这个法宝起效啊 果然 不让他法宝起效 就是身上带的法宝是不起效的 这边普通苗下日光滑 对面大弹少得出来吗 金家挡住少得出来 看这一波 对面这一波点杀有没有效果 对面直接弄和尚了 卧槽这下手够狠 魔方村一个店对面的大弹没少出来不 卧槽对面大弹血量不够 没搞错 顶了个大金头不够 然后对面的法系也被封出不了手 对面的法系没人开 几个意思啊 这点杀给和尚挂了给我没看懂 17回合 对面大弹为什么没少出来啊这血条 被葡萄秒了个1000多 对面顶了个3000多大金头这是 卧槽之前就说了好吧 顶血一定要注意 顶血一定要注意 因为顶血你不注意的话 这大弹肯定少不出来了 结果大弹宝宝还飞了 这边大弹宝宝又飞直怎么办 女儿生对面上了个盾 上盾也不好整的 上盾 因为观众方在普通是 宙式普通是个固定伤害 完了地府开和尚 对面和尚够黑素不不够 对面和尚比地不快 对面普通秒了个4500 完蛋了这大行 被秒4500 这要了 亲命了 对面大堂站秒下死了 打了他的五行的已经 对面和尚如果下波推不上雪 就裂开 活不上雪大堂死了 看活得上雪波 这观众方有盘石去撩 然后有这个就是武装套和尚 双手控制 两手控制 这对面女儿生必须把武装和盘石一起飘出才行 好 少风中一个都不打好整啊 这是啊 对面飘中飘 飘中了盘石 飘中了盘石 飘中了盘石飘中了宙斯普通 对面和尚一手活 大堂满上了 武装这边走得笑的成刀 把这边地府笑掉了 这边地府启嘟灰雪的 还好吧这一波 还好还好 这边起码和尚把大堂活满了 要不然普通秒大行大堂死的 那么见鬼 这边武装没死的封和尚啊 这边大堂平坎3900 这观众的魔方圣一手先例加上电 电孩子7900 再电一下孩子没了 这边的法系尔是封印不开了 好吧 甩铃铛 给了个先例甩走 这魔方圣电的害狠 这孩子扛不住啊 两下电死 一下打残 两下电死 和尚蛇满魔咒蛇 这观众的和尚没死干 没死干怎么可能没死干的 没死干甩铃铛 没死干丢法宝笑的成刀 对面的孩子残血 和尚怎么办 或许活一手 对面女后村也需要活一手 但是孩子比较重要 肯定得先活孩子了 对面醍醐提大行小爽挂了这一波 这一波小爽挂了看观众吗 这波对面点谁 小爽挂了队长小爽没挂中完蛋 但是挂中有白打观众吗 金钦 这和尚没死干 这不是有金钦 没死干 看一下对面大弹伤害吧 看他们大弹能少多少我 多少金甲 黄金甲 2800 第三刀贴住 第四刀 第四刀贴住 这也能法系解个封印一手经济五秒 应该是死 163的应该省右了 哎防寸分身了我擦打不着对面 打了个寂寞 这他妈尴尬了好不好 打了个寂寞兄弟啊 没打死这防寸还满愤怒了 这要的行命了 这怎么搞这事 这点防寸确实对的 全队只有这防寸能点的 其他人都点不死了 点普陀估计够呛 点普陀差不多吧 点盘是武装化身的 真的是没得点 这也无 蓝的有点杀机会的 就是 三叠也打不着的 因为他是躲避 第一个出手单位 就是躲避 谁先打他的话 就躲避那个 在他分身的时候啊 有分身的时候 就是躲避第一个攻击 这边姐妹同心 抽一下对面的和尚蓝 对面和尚的话 琴先开封印了 用琴开封印了 看吧 我觉得以后的抗封灵死 可能要涨价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 我觉得以后的化身 化身是这个门牌 真的要带抗封了 确实要带抗封了 你看看 现在的话好多化身 华身 确实全是法方灵死 确实很 很能法方扛得住啊 但是 你想想 须弥真的能 秒到蛤蟆 秒不到他呀 须弥描的是两风系啊 对不对 这边的话一手 把对面的大行电视 刷了个练魂 这边神木的话 一手大面秒不来了 秒了个2500 一拳九段 捞痒痒这是 确实要捞痒痒 虚名秒三个是秒 血量最低单位和两个单位嘛 是不是啊 血量最低的那个单位 这对面大堂被干死了 练魂没了 呃 一个练魂了 这观众方马上也要杀利皮出了 我估计快了 一个练魂 他有没有其他练魂 我看看 检查一下 应该是没有的 因为这PK没打多久嘛 好吧 其他人都没有练魂了啊 看观众方谁的宝宝死了 我觉得谁的宝宝一旦死 一个的话 那马上 应该是马上 这个就是 马上来了 呃 普陀在秒 对面神木灵 五雷咒电 想刷练魂 两千七 对面普陀 对面的 神木没死 一手秒 单秒秒 孩子 孩子残血 宝宝敲不动 普陀没法灵了 法灵的话 有机会 二十二回合 三峰系 三峰系 自这边不太好整的 三峰系 这边颠倒五行一起 你三峰系你也封不中啊 三峰系 这边没起颠倒五行 你知道吧 颠倒五行一起 你三峰系也封不中 你说三攻击还说不定有机会 三攻击冲刺吧 这边冲掉 说不定真有机会 三攻和三刀大行 打蚕色 这边不好打 确实 三刀大行 带个铝拔木 这边确实一点脾气没有 阵容顽客 孩子一丢丢血挂着 对面大堂没拉起来 对面女后村也是需要活血活一次 对面女后村飘什么飘 飘观众帮普通没飘中 飘方顺分身破了 还是抽蓝 给对面的和尚一顿抽蓝 对面和尚的话舍身取一 可能蓝确实也不多了 对面的话反向手对面女后村 不让对面女后村走金轻 地府对面七三八法灵状态取了 德上的话一手活孩子 一万一千八百取的孩子 大行的话用宝宝拉起来 出老毛了应该 神木一手秒 对面的法系四千八 魔防中垫 垫死了吧这一步应该 这边的法系应该被垫死了 这边的法系被垫死了没有 垫死了 四千六 两个练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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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三会合 对面二四火马上剑斩的机会到了 再不用估计带棺材里面去了 就是看这个剑斩怎么说了 能不能把把人弄死 现在二二三会合 剑斩子这一波小爽如果没有中 或者说小爽没点成的话 那就彻底炸锅了 这边磐死走了吧 金轻这边和尚有蓝没 活血活 这边和尚没有蓝 好吧 因为磐死一直在抽好吧 还没蓝 武装这一波反套 这边磐身没套中啊 套中下不金轻也出不来了 这边磐身顶个大街 这边紧箍咒圈上 紧箍咒给谁圈的 给大汤圈的好像 给这边的 对给大汤圈的 大汤的话血量很低的 如果大汤血没加上的话 死了 对面大汤 紧箍咒把他圈死了 这边神木的话一手圈 秒三号宝宝残 这边千万别把冠状宝宝打死了 说实在话 打死就是杀人厉皮了 对面大汤死了 被紧箍咒圈死了怎么搞 神马载拉起来嘛 活去活 这没办法这是 大汤被紧箍咒圈死了 对面和尚吃蓝了没啊 如果和尚没吃蓝 蓝倒没有 炸锅的去 真是炸锅的去 还是对面套路不行好不好 关的方这个 盲切的对面 如果是盲切的话 对面也不知道 打这个火炉兄弟 如果知道是打火炉兄弟 肯定 好吧 肯定会应对一手 对面女儿生走荆棋 来了 这不拉起来应该是剑斩的小爽 看斩谁的 姐妹重新觊触蓝了 把这边的和尚蓝给他瞅掉 这边和尚丢了破甲树 给和尚丢破甲树的 啊 观众方怎么接个罗汉 玩毒子了 这点杀估计够呛了 这小爽剑斩的话 点和尚和尚死不掉了 应该 和尚还走得不惊奇 出事了 三层里面剑斩真用掉了 剑斩用掉了不出 而且的话没点死 炸了对面 应该是没有了 这边走远了 这边大弹还被压死了 诶等等 这边大弹剑斩没出手 好像还有机会 诶完了 剑斩出手了 热了 拉起来了 九千七 你看吧 他血量还是不多的 九千七 九千七加 加两千多 这个化身也就一万五的血 但是 小爽被晶晶晶掉了 裂开了 应该是炸锅 感觉是没有救了 这还救个锤子 救不了了 应该 这罗汉接得太狠了 这罗汉一手接上了 对面和尚抽蓝 和尚还有蓝吸 还有蓝一手 蛇身蛇 对面女伍村 对面和尚无限蛇身 地府对面抓 这把化身抓死了 手抓抓死了 五雷兆电法系两千六 不行 对面感觉走得远远的已经 主要对面没有蓝了 这化身蓝跟不上了 这盘是无限抽套蓝 没办法 各种抽 各种抽蓝 蓝皮这么还没出了 对面 和尚死了 和尚死了 或许活 推拉推吧 反正群伤也可以 这和尚 这和尚自然的挺高的 出现了 3 2 4 5 坦斯就是使命的这个双蓝 那这个化身怎么做 从中央传箱 一直没蓝的化身 我吵 對面驚奇他媽都被封了 完蛋了 哎呀對面不是驚奇了嗎 你還吃五輪丹 這不是要勤命嗎 已經沒了整了 沒了整了 對面一點脾氣都沒有了 直接給他打服 得勝的話上來或許活一手兩千四 這一波群推就好了 看對面小爽這一波怎麼點了 點不了啊 這對面他媽法系把自己吹上了 這怎麼點了 點不了 對面和尚活血活不上的 那盤獅肯定為了藍抽乾淨了 這和尚怎麼活血嘛 活不了血 這盤獅一手抽藍好不好 藍乾淨 沒藍了 沒法整 對面接個羅漢金鐘 久違的羅漢金鐘 接羅漢不如走金青 這大當開始無限俯身沒法整的 這觀眾和尚的話繼續活去活 然後接的是羅漢金螺了 對面大上拉起來砍寶寶三千三 來吧 殺人力皮要來了 這方村先分身 先不拉殺人力皮嘛這時候 來吧 殺人力皮幹起 殺人力皮 殺人力皮就把鋁牛村砍死 給鋁牛村套過緊骨之後 對面鋁牛村真的永遠起不來了 這大塔反正是一直在俯身的 姐妹同行抽藍 這和尚太久慘了 這和尚 這和尚這位置都沒藍了 這位置 觀眾們的和尚還在活去活寶寶 這和尚準備退拿了 這和尚 退拿一手再滿上 再吃個傷藥 來了 應該就殺人力皮了 這毫無懸念 毫無懸念的殺人力皮 二十九回合 為了打葫蘆兄弟 我的媽搞了個高驅的 我去了 我還打得很高驅 好吧 萬一以後碰得著是吧 萬一以後遇到這大普和的隊伍 有高驅驅下鬼層 蠻好的 對面把磐石封了 不讓磐石抽藍了 實在受不了 但是對面的和尚也不夠藍了 或許這和尚難救是不夠啊 對面的和尚沒動 這和尚鐵定不夠啊 這關這幫血量全滿了 緊骨之後給對面的鋁牛村圈上 誒誒 這三寶還不是殺人力皮 沒加笛子砍的 吃殺人力皮肯定加笛子砍的 中魁論道 來了 我的乖乖 中魁論道 論完之後 頂兩個大金把血量頂住 來了啊 中魁論道的傷害 什麼概念 對面羅漢沒了 這高壓電 電十個人的 這是高壓電 看高壓電 哇操 好 電鋁牛村七千有沒有 電鋁牛村七千 寶寶再摸一摸 葡萄苗下就死了 葡萄苗下鋁牛村 電鋁牛村肯定死 這沒鋁牛村嚇壞了 上盾 把盾上著 感覺只能上盾了 還能幹啥 上盾 中魁論道 對面大堂也是一直起不來 後上一個緊箍子 沒辦法 這樣打的話他藥也吃不消 九轉真吃不消 一手笑的把盾上笑的防 盒上接羅漢 那對面的鋁牛村應該被電死 對面和尚總算活了一口 哇塞 七千億 大堂取得上去 武裝觀察反套對面的鋁牛村 對面鋁牛村拉起來還沒套子套子 來了 看高壓電這一波 葡萄苗下鋁牛村的沒啊 葡萄苗下鋁牛村頂血也能死了 葡萄苗定海 苗的是地府 四千六 玩地府死 他這不點的是地府啊 沒點鋁牛村 點的是地府 對面大堂三套漫天 來了 中奎論道加仙力 不會把鋁牛村爆死了吧 這鋁牛村一個爆確實死了 哇塞 地府是必死的 哇操 鋁牛村金甲擋住了 這要是不金甲的話 哇塞真死了 這邊三個戀魂了 這鋁牛村也是等死的一個局啊 這鋁牛村 鋁牛村上個盾 寶寶卡蠟金基於卡上 和尚對面蛇身死了女兒 武裝觀眾們套子套 套對面的和尚多少 對面的和尚沒套進去 這一波倉定海 秒大堂 大堂沒了 兩千九 大堂剛頂過去是吧 看 秒死大堂 B秒死了 鐵定給他秒死了 這一點屁性都沒有無雷做墊 墊的是寶寶 墊的是虛米啊 並沒有墊大哈 不過大堂好像被緊箍咒圈死了 這邊方寸分身沒了 這邊女兒村封印也沒開了 觀眾方這一步還是能出手 沒開封印 沒開封印 鐵定是能出手的 能秒出去 這邊女兒村摔個烏魂來防一手 摔烏魂也不得好整 對面大堂被關在普通一秒就死了 還是應該抽和尚藍了 對面和尚藍也一旦被抽好吧 對面和尚藍也一旦被抽好吧 對面和尚又活不上去了 抽藍他就沒辦法 抽藍 金箍咐主還是把大堂全死了 法系一滴血被緊箍咐圈死了 這邊丟個落花城裡給對面女兒村 不讓對面女兒村動 對面地府拿起來和尚鑽 那對面地府也得死 對面地府把緊箍咐吼上 好吧 都死定了都 武装套宝宝 不让宝宝开封一枚中 对面小鼠王挂关的法系 怎么点杀的对面 剑斩加单秒能搞得死不啊 剑斩加单秒 看看能不能搞得死 对面秒化身的三千二 电化身电不死吧 这化身血量有点多的 看对面这么经济五 哇这电化身电不死 我操了 把电了个暴击 对面一手剑斩点了死不 剑斩 一手剑斩好像 点不死 好像点不死 不够啊这 哇塞163的 不是点不死好不好 是163的 对面女儿孙出不了手啊 观众方人活上去了 对面地府被全死 对面地府出不了手啊兄弟啊 对面地府要说能出手的话 丢个爪子说不定能爪死 看对面地府出不了手啊 对面女儿孙的话被全死 女儿孙地府全被全死 大堂也死了 对面人全没了 这法系这163你说烦不烦 对面全死 这边武装走走精青 你看怎么办没脾气 得上群推1600 对面只有女儿孙没有 没有练魂了 女儿孙如果有练魂的话 魔方是秒四了都 这已经不需要秒四了 还有观众方的话 丽皮都没有出的 是吧 杀人丽皮都没有出意思 绝招的还没放了 对面就不行了 没有意义了 好了没得说了 恭喜狐狸兄弟这对我拿下 练魂就差这个女儿村没有练魂了 其他人都有练魂 就这女儿村没练魂 四个都有练魂 说实在这魔方村稍我改一下 魔方村翻翻牛逼的 魔方村 魔方村就是练魂必须的五个 少一个都不能秒四 要是四个就秒四的话 那魔方村估计还有很多人追随 增压令起 给魔方村挂起 一号杀人丽皮都算 给渡劫了 这边大堂三堂漫天没办法 没有用武之地了 地府 地府对面也起不来啊 这地府 紧箍着猴上圈死了 发起来再换只虚迷 秒一百点虚伐 好了结束了 结束了结束了 咳咳咳咳 这边没办法了